今天晚上我再次回到了大雪城这边 听说这边又再次旺起来了 我们去看一下 下面那些小夜滩 大家看 非常的火爆 还有原本就是摆摊的那里 现在的话因为那边空了几天 停了很多车 所以就没办法摆 很多车不知道是谁的 没办法摆在这里 但是那边 我们看 那边那个方向就很多人在来摆了 我们去过去看一下 哇 今天晚上 因为刚刚下过雨 又是冷空气过境 好冷的 今天晚上 还这么火爆 说明到这个地方 真的市场挺大的 大家看 就前面那里 摆了很多 摆了很多摊 好多学生出来 风雨不改 这个气温 还是有不少热情的学生 出来逛夜市 跟说是比最火爆的时候稍微少了一点 但是呢 还依然是不不错的 不错的 这家店太急了 酥酥小吃 刚刚那一家是卖饺子的哈 这个是刚性 刚性小吃啊 我发现这里很多摊主啊 都是学生来的 学生勤工俭学 真的挺好的 哇 挺多人啊 无惧严寒啊 无惧风吹雨打的学生 还是出来逛 都可以先到这里的魅力 到底有多大 这一根香蝉三块钱五块钱两根 这边普遍的客单价呢 基本上都是低于十块钱 基本上的单价都差不多 因为这边没有付出哈 所以它的客单价会比较低 它卖的价格低 自然会吸引到学生 这也是清远 现在商业模式所在了哈 基本上 因为收入低 所以呢 基本上都会倾向于 呃 单价 低的一些商品 所以呢 这里优势还是比较大的 基本上你来这里买 东西能吃 就能够赚到一点钱 而整个清远 我觉得 能够摆散摊的地方 也就是这里了 没有其他地方 你们觉得 还有哪里可以摆散摊呢 评论区见嘛